这种野草,从前在村庄很常见,大部分是野生的,也有一些农民朋友栽培,种它的首要意图不是为了吃,而是为了做门帘。 草珠子在村庄还有一个俗名,叫做来尿珠,传闻小孩子玩种珠子,了晚上会尿床。 夏天的时分,草珠子做的门帘挂在门口,既通风又很透气,还能把蚊子苍蝇挡在外面,其实真的是很时尚的一个东西,其他植物都结果子粮食之类的,这个草珠子的植物,却只结草珠子。 草珠子的门帘也是老一辈人,关于村庄留下的记忆,80后的孩子应该就没见过了,这草珠子除了能做门帘,还能做手串等工艺品,而且仍是一位中药材,有输金活血,清热力施的功效,现在他的售价也不菲,能卖到30元一斤,你们现在还见过草珠子吗?还有栽培草珠子的吗?